第六魂计 五魂焚神 诸位长老 可还记得当初的约定 小三 难道你 今日前来 便是请诸位长老 兑现承诺 第一 魂力突破八十级 第二 我要你带回一颗五魂艳 封号斗罗的人头 第三 在第八魂环时 获得一个十万年魂环 只要做好这三件事 不但你能认祖归宗 我们也可以让你父亲 重回宗门 四十万年魂环 这怎么可能 才多大年纪 就能达到封号斗罗级别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历经磨难 小三一定为了当初赴一半 成为浩天族希望 我既然承诺的是三件 自然是要说到做的 这是 既如此 我等也绝不实验 几日起 恢复唐号浩天宗弟子的身份 但 也仅此而已 二长老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 哪怕唐号重回浩天宗 我们的恩怨也不会就此了断 欠我儿子的命 我一样要讨回来 七长老 我父母之事 确实连累了宗门 但您觉得 如果没有此事 五魂殿就不会对浩天宗出手了吗 纵然五魂殿 寄予我浩天宗天下第一宗的位置 但若非唐号击杀了前寻击 魂殿又岂会轻易向宗门动武 那么我想问诸位长老 如果当年宗门选择与蓝天霸王龙家族 以及七宝琉璃宗年少 如今上三宗 贿落得一王一残一退隐的结果吗 浩天宗在鼎盛之时 抛弃副主宗门选择退避 就真的没有错吗 怪啊 傅子 傅子 你不过是一个三代弟子 哪怕如今有了点实力 也不该不敬宗门 我没有不尊重宗门的意思 我只是想替父亲 为当年之事辩解一番 辩解 你有这个资格吗 七长老 我敬您是长辈 所以一再退让 若您再如此咄咄逼人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看 如何对我不客气 以六魂迹 五魂分身 七长老且慢 公主放心 我有分寸 小子 如果你在不动用 武魂的基础上 接下我一招 那么我与你父亲之间的恩怨 就此了结 也好 这么多年来 有些事总要做个了断 好 我答应来 小子 这一锤你接好它